这个《流浪地球2》里面 吴金跟刘德华谁的演技更好呢 那我说我选李雪剑 这个我不是开玩笑啊 我是真有说到的 那你要真比这个刘德华跟吴金的话 那这个很简单的 当然是刘德华更棒了 就在这部戏当中啊 就昨天我在那个评论区当中 就看到有个网友在跟我讨论嘛 他说我是喜欢吴金的 本来是冲着吴金去看这个《流浪地球》的 但是一看这个电影里面有刘德华 我就不看了 那这位朋友我说你很可惜啊 因为在这部戏里面的话 是这个刘德华演的比吴金还要好 因为吴金在这部戏当中的那个表演呢 我的这个真实感受就是 我在看他的时候 尤其是在跟这个女生表白的时候啊 演一些所谓的感情戏的时候 害羞的时候 好几次居然让我想到了 这个《太极宗室》里面的那个杨玉钱 那这个你说好呢 是吴金演出了当年年轻时的感觉 你要说不好呢 那就是他这个演技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进步嘛 对不对 你反正刘德华呢这次表演啊 就这个人物咔一出场 不说话我都感觉 他那个神经兮兮的味道呢 几乎全对了 而且现在这种神经兮兮呢 跟那个吴金刀里面的那种神经兮兮 还有点不大一样 这里面的那个神经兮兮呢 还带着那么一点点坏心跟邪念的意思 层次感比吴金刀那个刘建明 还是要丰富的 就像那个电脑里面 跟电脑里面那个虚拟女儿对话那段戏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机会可以再回看一下那个状态啊 又是惊讶又是恐惧又是阴冷 又是带着一种不知所措的这个父爱 要跟虚拟的那个女儿去对话嘛 那种感觉真的是精彩极了 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几乎全对 所以说在这部戏里面的话 刘德华的表演就是要比吴金更好的 而且好处不少 当然就这部戏啊 你不管是论演技还是说故事的灵魂 你既不是刘德华 也不是吴金 在我心目当中 那就是李雪坚老师了 你首先在这个戏里面 他就是我们国家的代表 演技呢 你如果说是吴明里面有一个大神 梁朝伟压政的话 这个球儿里面也放了一尊大神嘛 那就是李雪坚嘛 李雪坚老师大家都知道的 鼻孔癌之后多次化疗 完了到现在这个生代 听力几乎都受损了 而且这次《流浪地球》里面的这个声音 还是用后期的这个AI技术处理过的呢 那么你从这个声音魅力上 多多少少是会受点损失的 但是结果呢 你就看他那个表演啊 还是跟吃肉一样舒服 反正我看李雪坚老师演戏啊 我常见就是这种感觉 就跟吃肉一样爽嘛 你像之前演那个少帅啊 我就只看他一个人啊 一有他的戏我就看 一出现其他人 我进度条啪一拉就过去了 然后他演的那个张作霖一死的话 这个电影剧我就直接不看了 为什么他的这个表演那么强大呢 就是他的这个表演是不光靠声音的 他还有手势表情 各个细节综合在一起 冒出来的一种强大的气场嘛 第一个他演戏细节很多 看着很丰富 第二个呢 即便细节很多很丰富呢 很少会让人觉得呢 用力过猛 多数演员是细节啪一多 就就和不住了容易翻车了 他不会 这就是实力嘛 所以说像这次 哪怕声音受影响啊 你光看他的举手投足 就是一种享受 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呢 当时在拍那一段 联合国这个讲台上 发演那个戏的时候啊 底下做是一帮外国群演嘛 等李老师在这个台上演完之后 底下人居然说是全体起立 集体给他鼓掌 其实剧本里面啊 没有这么一个集体起立 鼓掌的这个情节的啊 但这帮人就是被李老师的 这个演技彻底打动了嘛 当时现场表演的时候 那李老师那个原声 他那个原声 连我们同胞现在自己听起来 就有点费精了 连外国人更加 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 但是光看他在上面的 这个表情手势 就被感动了嘛 所以说什么叫大神 这才是真正的演技大神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 最终点火 升华石的奋力一击 就是由他来诠释的 最关键的还有一点 就是在戏外呢 你就想想这么一个老头 风吹雨打的 是吧 自己说话呢 别人听不清楚 别人说话呢 他听不清楚 非常艰难啊 但他就是靠着老一辈的 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精神 在那里撑着 在那里努力工作嘛 他公开就跟人讲了 我要一直演 演到我演不动的那天为止 流浪地球二里面啊 中国人在干的一件什么事情啊 他是要造行星发动机 把整个地球都推动起来啊 流浪起来啊 拯救地球的这个同时 保全人类啊 九死一生呢 那虽然九死一生 但不就是那样坚持吗 所以说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流浪地球就是李雪剑 李雪剑就是流浪地球 精神气质完全契合 所以说这部戏 你在我心目当中 李雪剑老师才是真正的男主角 也只有他才是第二部真正的灵魂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如何评价 流浪地球二里面 吴京刘德华跟李雪剑老师 这三位老师的这个演技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打败 下期表话天下 再聊 好